日前韩国人其偶像李明浩先生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 出席其个人蜡像的节目仪式 这也是李明浩首次见到自己的蜡像 节目之后难掩自己的好奇之心 当被记者问及看到自己的蜡像时有何感受 李明浩大方地给出了高分 称赞其作得非常逼真 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在说长得一模一样嘛 所以挺满意的 但是我自己第一次见跟我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嘛 所以感觉蛮怪怪的 对很神奇 其实不太好说是好玩 因为那个过程很长很累嘛 所以我一直想脸上虽然笑了 但心里默默在想早点结束吧 早点结束吧 谈到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李明浩表示音乐和电视剧同时在进行着 他的个人专辑也将在五月份推出 而随后七月份将展开粉丝见面会 中国也将是其中一战 从韩国开始开始发展的粉丝见面会 从韩国为起点 就会陆续跟亚洲各地的粉丝朋友们见面 随后就是刚才提到的电视剧 用电视作品来跟大家见面 走湖视频娱乐播报上海报道